石门水库在5月16号蓄水位一度跌破三成下 探到今年最低点221.96公尺 所幸在黄蜂台风及梅雨封面的降雨 让水库集水区大捷克 蓄水位已经突破了228公尺 北水局推估到6月底前各项供水都没有问题 黄蜂台风以及我们最近梅雨发生之后 那目前来讲我们降雨量差不多已经超过 160公里这样的一个雨量 为我们水库带来差不多2700万 立方公尺这样的一个蓄水的一个水量 所以我们现在在最新的一个水库的一个水位的部分 那目前是标高228.33公尺 蓄水量的话是已经达到8400万这样的一个水量 水库居要指引民生工业与农业用水 接下来桃园也将面临农作抽税期 依照原本不到三成的蓄水量确实很难指引 这次的封面所带来的墙降雨让汉象大幅缓解 北水局也转以防汛为主要的重点工作 那我们推估在农业的一起做的抽税用水 那到6月底那需求差不多3700万 然后民生用水的部分到6月底 差不多4700万也就两个加起来是8400万 跟目前的蓄水量相当 但是因为这一波美雨还会再降雨 而且集水区的部分还有水量会下来 所以我们预估到6月底的一个供水能够达到稳定的状况 封面带来的墙降雨还在持续进行 天气状况不甚稳定 但水库仍聚集了不少民众前来关水坐船 北水局呼吁汛期间河川水为变化大 民众应该要随时注意水情 并避免进入危险水域以保安全 记者赖尾一投影报道